我一個教會 唯有一個癲癲病的人得醫治 他媽媽和他都很有信心 在我們教會 差不多是我們很得力的弟兄姊妹 但是他的爺爺 二月七號 八十六歲就失蹤 我就在二月九號晚上去探望他們 他說不是 我們靠主啦 我們一起祈禱祈禱 祈禱之後 我就說 海海 現在我們試試打電話 他說 大家都打一個 打不到 他說 海海 你打吧 都打過打過 我再跟他打吧 他真的打 是失蹤一直打不到 竟然我們這樣說 就是祈禱祈禱之後 他打得通 但是打得通就沒有人聽 但是我感覺 打得通就沒有人聽 都很證明他正在生存 應該正在生存 然後再打就又不通 但是我聽到這件事 因為我看到海海 慢慢的眼淚一粒粒 珍珠滴下來 我的心都很難過 始終他是我牧羊的特殷子 我心都很搞動 接著我就祈禱 我說 神啊 如果他們連晚的時候 找不到的爺爺 過年 是會令到他們的信心失落 甚至可能被一些人攻擊 基督教的時候就說 哎呀 你信耶穌 你得意志 你為甚麼 你看看 捉甚麼福啊 你爺爺 過年都找不到啊 可能會有很多人說話被攻擊 我不想教他們的衝擊 因為教他們剛開始 我說 不過 神 你可以啊 我祈禱 我說 不過 我安靜和神 譚情地說話的時候 我說 神啊 再人來看 都死得了 八十六歲 這麼老 這麼冷 我說 不過 但竟然有個聲音 當我真的不是真的 裡面有個 神跟我說 我是會找回他 是不是啊 是不是我幻想 是我自己的想像 他說 阿琪 為甚麼你不相信我呢 他說 神 我相信你 他說 Nothing is impossible 如果沒有東西 凡事你都能 如果你真的找得到他 嘩 這很大神職 同不是呢 你真的很真啊 我自己都說 你真的很真啊 我覺得這真是我們貧信心 就是我說 求神猜派天使天君 大熱海海的爺爺 是保護他 平安回家 其實這對每一個基徒 如何去討告真是很重要的 我都是一個代討者 所以我就知道我怎樣拿那個key 去找甚麼 竟然在下午四點多的時候 他就打來了 他說 芳芳姐 我爺爺找到了 真的很感恩 而且這個老人家 不知為甚麼 他還在溪旁沒有食物 靠喝水 他又沒有掉下去 又沒有爛傷 但是 恩典就是甚麼呢 神真好像派天使天君 現在回到期 我跟他拍照 他就很精神 這個真的人離看不可能 跟著易凱凱他媽媽的信心更加堅固 跟著我去他家 感恩聚會 帶易凱他爸爸很認真祈禱 叫他們回教會 所以我覺得 在人離看不可能的事 在神就凡事都能 Shang... 有些統計